爱的选择本期精彩内容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辽省地区 唯一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 爱的选择 我是一心为您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萱萱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 嗨 大家好 幸福就是只要牵对了手 哪怕失去了方向感 也会感觉得很踏实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欢迎小红娘稳稳 大家好 只有忠于自己的内心 才能收获忠于自己的爱情 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 稳稳 欢迎我们密室里边 今天的男嘉宾们 大家好 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您好 今晚点早晚了 我来自沈阳 我叫李德林 来 二号男嘉宾您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辽阳的 我超总聚 我是找个想像头的人 欢迎我们的三号男嘉宾 我是干啥 像啥 绝不会累着媳妇的人 我是来自沈阳的马国昌 来 四号男嘉宾您好 我找一个幸福好 能照顾家里的人 我来自沈阳的杨首里 欢迎五号男嘉宾 晚清一满 婚聊暗 爱的选择 结粮园 不畏服云 遮忘眼 求同从异 许老爸 我先来自辽阳的李英东 今天的现场有点特别 是一次樊选场 五位男嘉宾当中 有我们的老嘉宾 当然也有新嘉宾 听这声音 觉得今天应该是期待满满 来到现场的这位女嘉宾 可谓是人老心不老 活成了一个童话中的小公主 那今天这位女嘉宾又是谁呢 我们先看一下她的照片 团她脸 远远的眼睛 好可爱啊 一看就旺服 月似银盘 这个脸的感觉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好像是非常非常的 能够让你身边感觉到 热乎这种感觉 人长得就是有温暖 看我多热乎 好期待 好期待啊 来吧 请出我们女嘉宾登场 当你的眼睛立着笑 当你和哥哥 当你朝鲁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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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爱唱爱跳的开心果 我是来自沈阳的王淳英 好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看着就还是像个大娃娃一样呢 你瞅人家这大眼睛 水汪汪的呀 真是 这女嘉宾挺漂亮 挺年轻 挺漂亮 挺年轻 这家啊 唇红齿白 哎 你们还记得我们阿姨 其实以前来爱的选择 不是这个 色的头发 我想问没敢问呢 也不是这个长头发 上次来就整点假的来啊 上次戴着那个假的头 红红那个 你还夸得够呛那个 是 但是我就老是纳闷 这你就不知道了 这是啥意思呢 整个假刘海干啥呀 因为我们阿姨超级爱美 家里的假发吧 不能用几套来形容 应该用几十套来形容 阿姨 对不 对 我自己说一下吧 都有啥啥 数一数 我太了解我了 人都喜欢美的 爱美知情人人有知吗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和心情有关 对 今天阳光灿烂 我弄一个什么颜色 对 那阿姨我问你一下 你这个头发 这个假发戴上之后 后边这个头发 是不是得需要配合它 再染成前面这个颜色呀 还是整个一套全套上了 不是 这个吧 这个闪是 我也是照那个假发色 买那个眼的这个色 我的天哪 都是酒红 后面那个小辫是真的 这小辫是真的 这个辫是真的 咱深夜老师可以给个近点的镜头 这个皮套啊 有讲究 你就跟我们现在那个 中国的一位 特别厉害的女科学家是一样的 这辈子最乐于干的事 脑顶那皮套 全都是这个罐头上面啊 还有什么上面 螃蟹上的 哎 螃蟹上 你看到吗 这小皮筋真有生活 那我发现阿姨 你真的是太喜欢红色了 是 你螃蟹身上绑的一小便 你都不放过 你看皮筋 没有海鲜味 没有海鲜味 就叫我洗了 我洗了 行 到哪去都闻得一不都行 我们阿姨很有生活 而且善于从生活当中发现乐趣 我们看看生活当中 咱女嘉宾是个什么样人 18852号 王女士65岁 沈阳人 离异 有住房 儿子已婚独立 大家好 我叫王春阳 我是一个乐观 快乐的小女人 我是一位特别善解严育 也是特别会照顾别人的女人 更是一位顾家的女人 以前邦儿带了几年的孩子 如今孩子也长大了 我也说利手利脚了 我没有不良色号 只爱唱歌跳舞 爱爱旅游 你挑着单 我牵着马 我希望我以后的日 和我的歌声一样 美丽动听 我也是一位宅女 尽管一个人生活 但每一餐都很用心 如果我们相爱了 我会做便法给做好吃的 我会做溜段 馒头 花卷 包饺子 什么都会 每天我还会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所以溜一半不用担心 和我在一起 我一定会照顾好你 你的选择不会错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来了 来了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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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一个问题 不仅仅咱们姐姐的这个发辫和颜色有讲究 发现上面的这个蝴蝶结也特别好看 我能拿下来一下吗 可以拿 这是孔雀 开明啊 孔雀 我这个角度以为是蝴蝶那像翅膀呢 这个是男的女的送的 将来让叔叔给你送个纯金的 对 是 纯金的像针钻的 对对对 我天哪 这有点好放啊 来 我问问密室男嘉宾们啊 谁说以后牵了手就要给他女嘉宾换一个真法式的 来 有没有人 女嘉宾你好 我看你这瞎的挺多 是不是需要我给你买一个 那你啥 直接买呗 直接买 对直接买 说错了 直接买 太多好 太多不错 这是几二 你喜欢啥样呢 你自己挑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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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哪挑啊 地摊啊 上商场呗 还能让地摊啊 商场 你倒不客气 金店 金店 他上金店去挑 完了 他喝喝了 没事 他喝喝了 一看就没有底气了 那叔我教你一个吧 您去阿姨 你说你听话不 听话咱不买 就至少咱不买的孔雀这么大磕数的 确实太吓人了 我那大块金子个脑子 对压个儿 是不是 是不是 拿二号 谁二号 我说啥 拿着 谁二号不敢说了都 二号不敢了是不 去银店也行 这个玩意只不是一个装饰 买 买 买 就喜欢这样是 你喜欢啥样 给你买啥样的 买啥样 你要买啥样 他今天那个女士院挑 这可挺大挺沉 咱干啥呀 沉的那大脑他不压脑袋 不压 不压 不压呀 那你害怕不 搁脑顶上顶一块金子出去 那怕啥 谁能钱啊 你当时 今天都没有人大的 就都是这个项链还借着 没有人大混别的呗 这个一个直播 戴头上是个装饰 啊 我们今天密室男嘉宾主题就是 买买买 来 再下一位 我三号女嘉宾 男嘉宾 我三号男嘉宾 我三号男嘉宾 吓得他都不分了 不怕不怕叔叔 紧张了 自愿全凭自愿 说你挺美啊 我说你 哎你看 挺美 说你长得美 长得美 把这事滑过去 是长得美还是想得美 长得美 这买金子这事想得美不 想得美呀 想得美 想得美不 美 你能办得美不 我呀 我跟我条件美 你啥条件啊 我条件啊 这就是你基本工资呗 太实事了 太实惠了 实惠不 这人好吗 挺好 不说 基本工资全拿出来 对 来吧 咱们下一位男嘉宾 你是哪儿的 没有 你住在哪儿 住在什么意思 是人 只因天上有 人间哪得己回见呢 问你是哪儿的 我水羊的 你是哪儿的 你是哪儿的 我也是水羊的 你也是老乡啊 你是水羊哪个区的 黄谷区的 你哪个区的 我也是黄谷区的 再具体说 继续往下 这一说 防钱防号了呢 你黄谷区哪个地方呢 哪个社区的 舍利塔 舍利塔我知道 塔湾的 是塔湾的地方吧 对啊 塔湾的 您呢 你咱家也不有 三台的 三台的 更往北边了啊 近啊 不远 你俩之间就隔一个 这个 北陵 过间小道 对 隔个北陵公园 你俩就是 约一下 上北陵公园去整好 是不是这距离 还差不多吧 哎呀 这是我们 四号的女嘉宾啊 直接约上了 来 五号 我是五号 吴国芳 女嘉宾 形象好气质家 我在电视上 见过你多次 啊 对你的印象很深 特别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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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呢 叔叔 也算吧 也算吧 就那句话嘛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你记得吗 你一看到他呀 你一准也觉得 哎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这也是我们一位老嘉宾 大个 帅 招人稀罕 还有才 其实咱们刚才四号男嘉宾啊 说来说去呢 和你的地域位置 占了很大的优势 这份热情 咱们不是说前面几个 被金店门给挤了一下 但是咱们四号男嘉宾 人家可以可以 和北陵公园周边 就能够见到 也许就有偶遇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见到他以后 你感觉 是不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我们都已经见过了 是不是很好奇啊 他对你热情也特别高 四号叔叔要重点说一下 他特别热爱文艺 而且热爱体育 对文艺来讲 已经达到一个痴狂的状态 和你刚才VCR里介绍 爱唱爱跳 不谋而合 我觉得你俩在这一点上有共鸣 所以不仅仅住得近 而且还有共同语言 所以四号是不是应该首选的呢 然后五号跟你讲 刚才人真是才子 对历史深有研究 我们女嘉宾到底选择谁 作为她的第一位约会男嘉宾呢 广告过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男嘉宾展现才艺绣画功 女士肖像画 咋也说不通 你那里面画的都是女士 女嘉宾不姓郁家男 可过后为何念念不忘 那就她前胡的那个 道德水平太差了 实际上她对她前胡评价并不低 比她还得帅的 实话得帅 什么都要就不要脸 就这种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以前我近视还有散光 后来眼睛花了 看谱子还得戴老花镜 看远处还得换近视镜 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 太麻烦了 而且这老花镜带时间长了 眼睛酸胀 头也晕 有了这副超视力啊 看书 写字 教学 开车 看远 看近 只要衣服就够了 眼睛舒服 头也不晕了 高音 低音要转得自然 看远 看近 也要收放自如 人老了 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 但你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超视力 看远 看近 只需一副 超视力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好伴侣 我是一分钟也离不开它了 戴上它再微小的细节 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一切心中有数 下宁如有神助 我身边的朋友也都像我一样 换上了超视力 超视力 看远 看近 都清晰 屋里屋外都能带 遇上大太阳 还能变色调光 保护视力 连墨镜都省了 开车为了保证安全 就得眼观六路 戴上超视力 抬头看路 视野开阔 导航看图 清清楚楚 路在脚下 这才叫安全 太阵净框 精致典雅 征信您的非凡气度 超视力我已经带了很多年了 今后我还会一直把它带下去 如果您和我一样 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 赶紧换复超视力 看远 看近 只需一付 地址和平区南武马路 与中兴节交叉口 西行20米路北 超视力市光中心 配景专线02481681988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可爱的一位老嘉宾 就是看着就招人喜欢 就团团乎乎的 咱密室男嘉宾们 对他也是印象非常好 都猛着猛着往上冲呢 谁能冲刺成功 请公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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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选我的老先 4号吧 选离家近的那位 进水楼台先得月 在这体现出来了 来 咱们看一下大屏幕 很有年代感 是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看我爸爸他们好像这个 就是嘴唇上面留胡子 那个年代就流行那样的 发撇胡 对 那挺有意思的 就特别有年代感 那还挺时尚呢 来 有请男嘉宾登场 大家好 我是爱好文艺的杨树林 好 欢迎您 他把胸贴下来就是这样 来 阿姨 打个招呼 你好 男嘉宾 你四号 你好 你好 我看到你 我就想唱个歌 大棉袄 二棉裤 这就是我们说的劳动保护 你穿的太热乎了 你不热吗 是吧 穿挪了 穿挪了 这大棉裤 这大棉鞋 这要是 自我介绍知道是沈阳 要不做我就要以为你是大棉安吏的 我乐不 我说真的 他要是会跳教育的话 他身板自然就知道 你今天高兴 上台课秀 高兴 学老伴还不高兴吗 是呀 我们看看男嘉宾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 18596号 杨先生 71岁 沈阳人 企业退休 丧偶 有住房 儿子已婚独立 我爱文艺 爱拉二胡 爱吹笛子 还喜欢画画 年轻前我喜欢拉二胡 现在就是 拉的时间少了 主要是现在是没事画画 我画的比较慢 这一会儿画的画挺长时间 是哈 嗯 熟了你画画的时候 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呀 最大的感觉 画上画的别的一切都忘了呗 心情会 就做一些意义画画了就是 对 什么痛苦烦恼都没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 就那回事 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的生活 还算得上安逸富足 享有兴趣 只是缺少了一个人的陪伴 找老伴找一个身体健康的 完了之后呢 这个有耍毛的 这个性格比较温柔的 回国日式的 这就可以了 爱的犬子我来了 这男的国才多艺 对啊 看俩那个就是结合以后 商业一定会幸福 爱的选择您来了 哎呀我们说 知冷知热的啊 各家里边就是这个 穿的还是比较单薄的 是不是 这出来了 家里热嘛 天 冬天了嘛 也对 穿的厚点 是不是 那个画引起我注意了 对对对 这个画 全女嘉宾你看她画的咋样 画的不错挺好的 你觉得要是你让她给你画 你能画得好看吗 我估计能画得好看 能画得挺好 你长得掉了能不好看吗 我发现啊 长得不漂亮 她能画出来漂亮 要要要要 发现姐姐这句话说到点了 你那里面画的都是女士多呀 女士多啊 为什么画的女士多呀 没有老伴 不画女人画啥呀 就不对嘛 我会打不对你 与我单身有关系吧 哇 您是比较喜欢您画中那个女人的样子吗 我看基本上都是双眼皮人 高比链人 都是 我看 呀喝 这大眼睛双眼皮人 那这个符不符合你模特的标准 太符合了 太符合了 这个应该 这不就是梦中情人吗 这应该超标了 超标了 是不是认输啊 超标准了吧 对对对 我觉得她俩很棒配 那这样 男嘉宾先给女嘉宾打个分 95 95分 来 我们女嘉宾给男嘉宾打分 嗯 打90分 好 其实这个分不是很高 那不少 那不少 不少 打90就够高的了 100分这个呢 90分就够高的 谁让头发不带伞的 可以进入优惠时间了 来 请就座 这边请 请了 俩人互相了解一下 三分钟说点基本情况 你在台湾的就是 对 你台湾不远 你在三台北呀 北三台的 三台的北面呢 217 217组点站 217组点站 我同学在那中 同学在那中 你是哪儿退休的 我呀 三台的一般都是 三台的不是三个大厂吗 有一个西洋厂 119了 139 139 139现在不行了 119啊 我那个同学 119 我的139 我还有个112就是生非 三个军场嘛 来那退休 暗号队挺好啊 各种数字 67 339 什么217 217 什么的 是不是219完全是 119 119 11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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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319 219 220 5 119 419 519 519 520 520 520 423 520 520 520 621 520 520 我想找一個有責任感的男士 作為伴侶 在這裡能遇見你嗎 他不是我的名字 後來他死了 因為啥事理的 因為就是 家庭的兩地商伙伴 障礙沒有距離 就是那個 就是有國際分 有國際的區分 障礙都沒有距離 是 後期這玩意就是咋的呢 男同志嘛 像我的女同志帶個孩子 過一天上班忙忙碌碌碌 就是沒有那些緋緋想想 但是男同志他就 自單獨過了人對不對 都知道 男同志他就受不了 他就可能在外邊就有人了 我那時候反正就死活就是離 你不離 你不夠靈活也行 那時候我也想開了 我死行嗎 我自己都買DV了 他遇到這個事嘛 就是這事都是改斷不斷 也避留後患 那後患呢 他承不承認他自己外邊有事啊 他當然 他當時沒說 他說我跟你離 行 他沒承認 他能承認嗎 你沒抓到人死死 這玩意就像是小偷偷東西 你沒按到人手 你說人偷了 你到哪兒講話理 那就是他前後的那個 到的水準太差了 對不對 說完廣聽說 他是我沒靠近你 你長啥樣 反正就是人家一直也不到我這來 反正一個月半個月來看看孩子 到娘家過來看看孩子 現在的也還管得好 就那種人到晚年了 那孩子對他也不能好 其實那段時間我們阿姨帶孩子 就相當於自己一個人帶的 那不就我自己帶哪兒 小孩 小孩剛從這個 這麼說吧 小孩應該在一周歲 甚至是兩周歲之內 都非常難帶的 就是屬於身邊不能沒有人 阿姨啊只是一個人帶孩子 那個時候我覺得阿姨 她跟我講過 也相當於喪惡婚姻 但她沒有放棄 因為她之前為了愛情付出太多了 她的眼裡容不得沙子 所以阿姨是等於以死相逼 把這個婚給離了 那和死刑堂呢 有一方有問題了 那就那婚姻就維持不去 那咱們女嘉賓 你看之前那段感情 其實讓我們看來 你是一個敢愛敢恨的人 但是也是這樣的人 特別容易受傷害 那你現在 有沒有覺得 因為那段感情受傷了之後 現在不敢再去選擇下一段了 陰影啊 陰影啊 倒沒有 因為啥呢 這不屬於說是 不是說兩人相怨的事 就是啥 我一個人非得鼻子你跟我離婚 離開我 你愛幹啥幹啥 所以說吧 這些年來呢 我帶孩子反而也是不容易 孩子現在呢也成家了 孫兒也大了 像我這一個人呢 我自己反這些年也讀過了 你結婚以後吧 這個男女之前 愛情必須得主軟 阿姨之前好像跟我們講過 實際上她對她前夫評價並不低 只不過就這個事情可能給她 有點傷得夠嗆 對 阿姨說了說實際上她也是衝動離婚 但她前夫啊 你之前的愛人 可能從形象各方面還是挺合你心意的 對 對 是 自己也可惜 長得可帥 長得可帥了 對 那以後再找的話 要不要還找長得帥吧 當然得 皮特還得帥點 實話實說 實話實說 為啥這幾年我就是沒找 因為啥老有她對比的 知道不 就是認為就是找一個 咋的皮特牆呢 那 那你有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那當然是想找 你不要算一瓶大眼睛的來 個高點的來 胖不要太胖 那男嘉賓你覺得你符合要求不 咋說呢 帥一點 咱們個密室男嘉賓啊 有沒有人覺得特別符合我們女嘉賓要求的 女嘉賓我和你說 你不要長太帥 你原來你不是很帥嗎 對呀 你婚姻維持多長時間 只有她本人 但是只要她對你好真正愛你 你才有幸福 這是我的看法 你說的很對正確 你帥不 咱男嘉賓 我得一把 給自己打多少分 六十八分 哎呀有六十 六十八分我合格 就是我做 即格的 我自己來說就是方方面面 我作為一個男人來說都是合格的男人 不是有秀的男人 這應該是我們五號男嘉賓聽的聲啊 是啊 我是五號 你還才給自己打 六十八分合格了 有點低調了啊 叔叔 嗯 但是璇璇啊 阿姨之前幾次來的時候 可是給了我們一個爆炸性的擇偶標準 不知道她 你這次來有沒有變 我們阿姨想找一個年齡小一點的 心態年輕的男士為伴 年輕 心態 不信 因為她的本身調整 不是十分猶豫 有一半 我的想法是啥呢 我那幾次來是想 有這個想法 嗯 但是呢 現在呢 我是合格啥呢 找年輕的 因為啥呢 我的人吧 愛說愛笑 嗯 和年輕人呢 還能鬧到一起去 嗯 心態很年輕 對 你看我叔叔仔子 但是我這說話 一舉一動話 都和年輕人呢 能鬧到一起去 所以你這裝扮就能看出來 知道不 看啥呀 為什麼要找年輕人 找年輕人 原來那個對象 就那個時候還沒找出來 對 對 再一個就是和叔叔大 就好像沒有語言 不到從哪開始說 咱說她長得比較年輕 但是她就說 早比她年紀小的 這個不斷現實 不見 對 我現在是咋的呢 因為那幾年 歲數小那點 不到六十歲才 那時候有那個想法 現在已經過這些年了 我退休都十七年了 我五十歲退休 你現在就是帶有那個想法 我雖然心態是年輕 但是你找年輕的 它不見得就是 真心跟你過日子 我明白 我明白 就是你是擔心找年輕的 不真心跟你過日子 但是從內心來講 你覺得跟年輕的人 溝通得更好 對 我是這個想法 你覺得多大年齡的人 跟你能溝通得比較順暢 按理說 你現在就是說 跟我的年齡符合差不多 大個一兩歲 不是小 比我小個三五歲 這都行 那你以前呢 以前要求說 得比你小多少歲 比我小個 那點我是要求都是 反正我是出去玩的 在一起 老科的朋友啥 都是比我小個 十歲八歲的 男人呢 女人都是一樣 女人也要找高大帥的 高富帥 高富帥的 我男人也要找 年輕漂亮的 都比我小那些 因為啥 那點我愛插一跳嘛 我三十五歲開始學跳舞 我跳舞那時候 我三十五 找我跳舞 全是二十多歲 那這些二十多歲的人 只是想跟你跳舞 還是想跟你談戀愛呀 跳舞 跳舞 我那時候沒想 那時候玩型的 等我到四十五歲 跳十年舞 我三十五歲跳 跳十年舞 那時候就是跳舞 孩子就是送托兒子 我一開始跳舞 那時候剛學呀 有癮啊 現在還跳嗎 不跳了 我這性格反正 也不算太老 但是我的性格吧 不喜歡那個 以前扎扎烏烏烏的 你看我來家吧 扎扎烏烏 就說拿了虎去畫畫 他扎扎烏烏烏烏 喜歡眼鏡 現在來說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那你看文字 是屬於扎扎烏烏烏的嗎 你看 他這是屬於扎烏烏烏的嗎 你看 動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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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們沒發現嗎 那叔叔現在有擔心 他一聽到阿姨說跳舞 竟跟年輕人 小男孩跳 他肯定也不放心 另外來講 就那種生活狀態 我們叔叔確實他也不太適應 因為他一靜下來就畫畫 在公園裡走走道 也觀察各類量的女人 他就喜歡這樣安安靜靜地去觀察生活 一個暗中觀察的男人 但是你一點自己跟叔老 你現在還是像我這樣扎扎烏烏烏的 你一點說 你自己一點解釋 就是你一說跳舞 這不用解釋 這到時候就是摘起了 就是互相了解能了解到的 對 這句話對 解釋沒有用解釋再好 不如做得做到 對 觸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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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兩人的性格 的確有很大的反常 大哥是屬於特別安靜的人 但是姐姐是屬於剛烈的 他這個剛烈不僅僅局限在活潑上 就是敢愛敢恨 然後我自己角色的這種分明 我自己知道 我這個可以要我就要 我不要 我就非常決然地能夠回去 其實這樣的人真的 如果能夠身邊有一個 可以和你相容在一起的人 一定是能夠覺得 你是一個特別透明的 我們男嘉賓 剛無意當中也提到了 說之前那老伴 也是屬於複出型的 兩個人 這是特別甜蜜的 我們也了解一下 我們男嘉賓的情感 男嘉賓一不小心漏了複 你是男嘉賓最激動 我的天哪 您現在手裡邊攒了三套房子 有錢呢 有錢有錢 你做啥買賣了 撒嬌的女人最好蜜 最甜的男人最任性 這個用三國裡邊 一位女性人物來形容我們女嘉賓的話 你覺得她應該是誰 貂蝉 貂蝉 這被疼已經搞了 愛的選擇 稍後我們接著看 你還在飽受口腔問題的困擾嗎 快用雲南板蘭根牙溝 原價99元推廣期間 五隻只要99元 現在拨打電話訂購 再免費加送五隻等等 還沒完 前三十名再免費加送五隻 總共15隻只要99元 優惠僅限前三十名 請抓緊拨打電話搶先體驗 99塊錢就能買15隻 雲南板蘭根牙溝 運用現代科學 將板蘭根配方 運用於牙溝之內 原價99元的雲南板蘭根牙溝 五隻只要99元 現在拨打電話訂購 再免費加送五隻 前三十名再免費加送五隻 99元帶走15隻 大館雲南板蘭根牙溝 足足兩年的用量 貨到財付款 不好用 退 不滿意 退 優惠僅限前三十名 請抓緊拨打電話搶先體驗 99塊錢就能買15隻 還想什麼呢 你去超市商場看一看 隨便一隻普通的牙膏 不得10塊20的 保護牙齒 就得用它 好消息 好消息 原價99元推廣期間 五隻只要99元 再免費加送五隻等等 還沒完 前三十名再免費加送五隻 總共15隻只要99元 優惠僅限前三十名 請抓緊拨打電話搶先體驗 我相信每個朋友每天都會刷牙 但是您的口腔問題解決了嗎 我建議您使用我們的 雲南板蘭根牙膏 我們雲南板蘭根牙膏 是運用現代科學 將板蘭根配方 濃縮於牙膏之內 就是利用它的特性 而且裡面還加入了 薄荷萃取物 清涼口氣 原價99元推廣期間 五隻只要99元 再免費加送五隻等等 前三十名再免費加送五隻 總共15隻只要99元 請抓緊拨打電話搶先體驗 關鍵是這15隻才99塊錢 保護牙齒兩年才99塊錢 現在我天天都用它 保護牙齒就得用它 好消息好消息 原價99元的雲南板蘭根牙膏 五隻只要99元 現在拨打電話訂購 再免費加送五隻 前三十名再免費加送五隻 99元帶走15隻 大館雲南板蘭根牙膏 足足兩年的用量 貨到財付款 不好用退 不滿意退 優惠僅限前三十名 請抓緊拨打電話搶先體驗 我相信每個朋友每天都會刷牙 但是您的口腔問題解決了嗎 我建議您使用我們的 雲南板蘭根牙膏 我們雲南板蘭根牙膏 是運用現代科學 將板蘭根配方濃縮於牙膏之內 就是利用它的特性 而且裡面還加入了薄荷萃取物 清涼口氣 99塊錢就能買15隻 還想什麼呢 你去超市商場看一看 隨便一隻普通的牙膏 不得10塊20的 保護牙齒就得用它 好消息好消息 原價99元推廣期間 總共15隻只要99元 請抓緊撥打電話 搶先體驗 我們也了解一下 我們男嘉賓的情感生活 我老伴已經走了三年了 他的離去讓我有很多遺憾 相信老伴心不好受 老伴突然那個去世 是我沒想到的 老伴是個勤儉持家的人 我們兩個工心皆成 省事簡用攢了四套房子 老伴走後 我心疼了很久 也難過了很久 有之後啊 他就沒待著 完了給人家打工 他是技術工程 一開始在小工廠 完了給人家打工 最後輪的話呢 一年明年歲數大了 眼睛也上不去了 他又呢 到這個房產的部門啊 給人家發膽子 發那個膽子 完了還在這個鐵路急修 那時候啊還幹過 反正一直沒逮著反正是 就沒享受過什麼 沒享受過什麼 沒… 哎呀 是 沒… 沒享受好的生活吧 我想他也不希望 我一個人痛苦的生活 現在我也想開了 到了晚年 再不至於當下的時光 也沒有機會了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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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住那幾間房子 都能夠多花 哎 我的天哪 您現在手裡邊攒了三套房子 你… 你做啥買賣了 以前我和老伴沒有什麼 一直也沒待著 老伴退休之後啊 就給你打工 啊 一直打到沒 在沒退休之前我就賣金油 退休之後呢 我又賣了十六年 您倆可真… 老伴一沒了 我一合去賣啥賣呀 就有什麼用啊 死了還能帶帶走啊 就是你活著吧 一天要活出自量來 必須得要有自量 就那個不良的習慣 一定把他客戶掉 特別是在晚年 我那天最大的遺憾是啥呢 這老伴跟我這麼多年了 也沒想著福 完了之後就沒了 我這是心最大的遺憾了 那如果說以後的話 再過幾日子來 是這個錢得怎麼個花法 會不會還是特別仔細 不能不能 這麼大歲數呢 以後現在我這個孫子吧 馬上就高三就畢業了 明天就畢業了 畢業之後呢 我兒子也用不著錢了 所以說這個房子出租前呢 到時候就和我兒子想了嗎 他不能抖壓我說 房子改的呢 住運的還都要 不可能 那如果說以後 這老伴說說 你看你這個三套房子 我倆要結婚了 怎麼的 是不是得有一套 咱倆寫個一起的名啊 那肯定啊 能嗎 那肯定 那兒子他也說出來他 對呀 其實大哥是這樣的 就是想想福 享受人生啊 對 不僅僅是我們 不僅僅是我們在之前 我們之後 我們現在也是一樣的 因為你之前你家裡面 為了攢那麼多的錢 你們倆人共同奮鬥 就是為了攢錢存房子 但是呢 沒有很好的享受生活 所以有補償性的消費 對於中老年人來講 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說過度的去買一些消費品 比如說過度買的一些保健品 比如說買一些洗腳盆 比如說買一些按摩椅等等 就是說在日常的生活當中 我們注重身體的健康 注重享受生活 這是應該的 但是也要理性消費 不能夠因為我們之前沒有過好 我們今後就要把那些 都給他補回來 那不能 對 這個態度就特別好 對 就像剛才我們女嘉賓 一上場的時候 看著她身上戴的首飾 特漂亮 如果說未來我們女嘉賓 就喜歡首飾的話 你真的會像這個 剛才密室裡邊 這幾位男嘉賓說的那樣 買買買 那肯定啊 因為啥呢 咱們這麼大歲了 還能活幾年呢 對不對 既然我想找老伴 就達到對老伴的滿意 對嗎 對老伴滿意 這老伴 你怎麼才能滿意 這個消費吧 誰都愛買 但是呢 咱得有看自己的條件 你有那個條件買 沒那個條件 咱不能說 從外邊給我借去 我就非得要這個東西 那是黨 是 咱們過日找的不是錢 對咱們過日 對 找的是人 姐姐這句話說到根上了 特別好 其實我們是贊成這個勤儉持家的 但是呢 也不太希望我們這一把年紀了 還這個 口挪肚子 就是仔仔細細的 像我們叔叔說了 我給誰省給誰留啊 咱主要是活個自己舒坦 只要不過分的情況下 正常消費 對 好兩位還有什麼要問彼此的 很大問題 男嘉賓呢 幾乎 幾乎 沒差問題 好嘞 二位請起 到身邊來 好 我們男女嘉賓到底合不合適呢 一會兒才能知道答案 我們男嘉賓 可以回到密室稍坐休息 來 這邊請 好 再見 再見 男女嘉賓 與第一位男嘉賓約會結束了 其實我們男嘉賓一打眼看 好像這個整個的狀態 和他這個會琴棋書畫呀 還有這個能夠攢錢 買那麼多房子的 這種氣質好像不大相符 很低調的一個人 但實際上真的是很有內秀 有才華 他實際他心裡真的是 有一點小截 這個截就是說 錢還在人美了 但是呢 就是我剛才提示他那一點 就是過度的消費 補償性的消費 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人還在錢美了更不行 對 所以呢不要過度的去 從這一個階段 走向另一個階段 咱都冷靜的去思考 舒舒坦坦的過日子 我的話少 不會說我 我們女嘉賓 接下來要選擇 第二位約會男嘉賓了 會選擇誰 5號 5號男嘉賓 來咱們看一下大屏幕 兩個女孩 我當時在他這個照片上看到 寫的是父子分別 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主題呢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 男嘉賓的年輕時候的樣子 是特別帥氣的 帥 清秀還 有點像台灣電視劇 瓊瑤劇裡邊的男主角 真的 來 有請男嘉賓登場 謝謝 我是來自遼陽的李姨董 好 歡迎您 你說 你好 來 你剛剛那個詩朗送的挺好啊 自己写的 不是自己写的 是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 遮望眼啊 遮望眼 是不是 不会浮云遮望眼 意思就是 就冲破各种阻碍 各种阻力 有说三道四 就对我有各种看法 您来爱的选择 有没有人在背后 说三道四的 啥人没有 有 说说他 咱们自己心里有数 自己把他们形成为浮云 浮云 那都是浮云 我的幸福才是真金白银 是不是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男嘉宾生活当中的样子 10236号 李先生73岁 辽阳人 离异 企业退休 有住房 女儿已婚独立 我最近平时没什么娱乐 就喜欢看看新闻 看一看书 爱看一些古代文学 中国四大民族 我那时候也没有条件买书 我都是借书看 借书看 你看 以前青春之辈的 利好金港的 就是很多以前的解放战场 抗疫战场 抗面朝战场 这些书我都喜欢看 喜欢文学是吧 还是更喜欢文学 小的时候看书 长大以后看电视 后来又有了网络 增加了或许知识的渠道 我看电视吧 不管是看业的 主要看里边的故事情节 看电视 特别是爱看三国 三国里边的阳光 我最爱看就是 左亮 因为左亮 它特别的宠明 它的宠明才是炒过好长 我很配合它 它特别会用言 我担心三十多年 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另一半 希望这次来到爱的选择 找到情投意合的人 爱的选择您来了 你说啊 您爱看三国 是吧 这个用三国里边 一位女性人物来 形容我们女嘉宾的话 你觉得她应该是谁 貂蝉 貂蝉 被朋友警告 爱的选择版貂蝉在此 我们新鲜好气质家 漂亮 谁都爱听好说的 好听的话 咱这貂蝉了都 那不得来两下啊 十五的月亮 坐在天空有 为神国旁边 没有缘彩 只要对眼 没没你耐心地等待呀 你心上的眼 就会跑过来呀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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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也挺好 打九十八分 天呐 谢谢 你看你高八分 你这有缘呢 对对对 打多了 九十八分 打多了 不多不多 挺好 不多不多啊 那不多不多 二位请就座吧 来 进入约会时间 希望他俩能成线手 我希望他俩能线手 问我吧 问你 问我 你家什么地方呢 我家辽阳子 辽阳子 家庭儿女 几个子女 我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都独立了 两个女儿好啊 姑娘有姑娘潜伏 阿姨啊 我们叔叔女儿啊 目前定居在日本 所以我们叔叔啊 形胆影子的 现在特别渴望 美丽的女士 走进她的生活 两姑娘都在美丽的 都在日本 日本呢 都是那个 大外日系毕业的 咱男嘉宾的两个女儿 现在不在身边啊 这跟她之前的 那段感情经历 也是有关系的 来 我们看一下 她的情感世界 高挑男士激情作诗 原来藏着 不一样的故事 逮到一个人啊 就是没完没了的 这样的男人 他说能改变 他一辈子也改变不了 选择之前 男嘉宾急叫停 是不是还顾忌兄弟情 我还挺好见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口臭 黄牙 牙疼 牙龈出息 你还在饱受 口腔问题的困扰吗 快用云南 板栏根牙膏 让您黄牙变白牙 重回健康牙 你看我现在 牙是不是又白又亮 张嘴一口大大牙 谁看了谁不心动啊 99块钱 就能买食物质 还想什么呢 你去超市看一看 随便你只 扑通了牙膏 不到10块20的 原价99元的 云南板栏根牙膏 推广期间 5只只要99元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 再免费加送5只 等等 还没完 前30名 再免费加送5只 总共15只 只要99元 优惠仅限前30名 请抓紧拨打电话 抢先体验 云南板栏根牙膏 运用现代科学 将板栏根配方 运用于牙膏之内 不仅有效针对牙齿上火 牙龈出息 口气等问题 还能促使牙龈血液循环 强健牙龈 让您黄牙变白牙 重回健康牙 看 这是两个贝壳 因为贝壳和牙齿的构成 都是钙质 所以我们拿它来 模拟牙齿 云南板栏根牙膏 以模拟刷牙的方式 涂抹在贝壳上 冲洗过后 贝壳不仅变白了 而且脚都没有式 看 我们拿一个牙齿模型 模拟牙齿上的胭子 查字 用云南板栏根牙膏 轻轻松松刷掉它 牙齿变得非常干净 让您黄牙变白牙 重回健康牙 原价99元的 云南板栏根牙膏 推广期间 5只只要99元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 再免费加送5只 等等 还没完 前30名再免费加送5只 总共15只 只要99元 请抓紧拨打电话 抢先体验 这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可真要命 自从用了这牙膏 牙不疼了 也不酸了 吃满满香 身体不棒 保护牙齿 就得用它 云南板栏根牙膏 是真神奇 谁用谁说好 像擦制啊 腌制啊 用了它 就像用了橡皮擦一样 一点一点给你擦干净 是铁齿铜牙 吃茶都有味 总共15只 只要99元 请抓紧拨打电话 抢先体验 好消息 好消息 超满 超满 超合身的 多彩超强 蓄热库 商场卖到五六百 今天只要99元 你没有听错 只要99元 现在打进电话 买一条 再送一条 一穿一洗 刚刚好 冬天啊 搭配短裤 短裙 也都特别的时尚 很坚实 很有弹性 你像我这体型 穿上去以后 不紧不松 感觉很舒服 天只要99元 你没有听错 只要99元 前50名打进电话 加99元 再送超厚 超暖 超轻便 价值698元的 正品高档 鹅绒冬背一床 让您不怕吵 不怕寒 穿的盖的都保暖 舒舒服服 过冬天 增品数量有限 请赶快拨打电话 咱男嘉宾的两个女儿 现在不在身边 这跟她之前的那段感情经历 也是有关系的 来我们看一下 她的情感事情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 爱冲动 爱打架 我要记得一句话 我因为我爱看手 你现在我有这么一句话 生长做人家 说谁打我 死一位贵兄 我就打他 我必须要 干服 要把他打服 我的抱脾气 也直接导致了 我和前妻的离婚 您和您前妻 是因为什么离婚 因为我的脾气不好 有家暴行为 伤心了才和我提出离婚 那就是像不像你跟外人打架那么厉害 那可不是 那不是男人 我就是 夫妻时间打架 我也就是喜忽喜忽的 但毕竟来说 她是女人嘛 她接受不了 相当后悔了 非常后悔 我不应该 胜哪方面 从她跟我再一起上活 她生我的两个孩子 给我生两个孩子 我还特别爱我的孩子 我们几乎那时候 我的感觉还不错 所以我从方方面面都不敢打 现在回想起来 特别后悔 但是后悔也已经晚了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吃远不吃硬 碰着硬啥不怕当面杠 但是面对温柔的 我就啥脾气都没有了 家暴这个事 我们之前也是聊过 好像对聊过这个事 我想问一下 这事真的能够改变吗 我自己相信我能改变 我也不能改变的话 我也不能到这 阿里选择这个舞台来 实际讲完那是多大事 那是年轻的 现在还什么假 不能的 这很大岁数的时候 叔叔刚才上场的时候 跟那个萱萱已经说了 其实好多声音都是抨击我们叔叔 就包括抖音上也有他的一段视频回放 然后底下网友有很多说 这样的男人 他说能改变 他一辈子也改变不了 哪个女人嫁给他都不会幸福的 然后脾气不好 还家暴这样的人是不值得原谅的 就有很多这样的声音 所以刚才叔叔说 用阿斗自斐自己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跟源于 跟这个有关系吗 源于其他邻居包括身边朋友 曾经都因为这个事情 给叔叔一度很否定 在这一次就是没完没了的 实际那多大事了 他还能讲吗 我想问一下 家暴到啥程度啊 就告诉我 往往身上拍一下 拍一下 拍一下 有时候还没拍 然后他就大声吵着跑出去了 有的他就能 拿你打女孩 刚结婚那里有孩子了 判女孩 一看我有孩子 这是人吗 这是人 没孩子 赢个屁 对对对 找我的 你滚 你拿你 我还赶紧给我给我 对对对对 是精 跑到赶上那来 咱们那时候我们住在农村 林农打我了 和这时候他越喊 往往是越恨他越黏他 就是 黏着追着打 那就是给我弄 我的人挺像面子的 弄的 影响不好 所以我就恨他 所以男的得酱一点 酱一点 对 那生活就没法过 好来咱听听密室 我们密室里边坐着的 今天都是和您一样的老爷们啊 听到这事之后啥感觉 所以我这个不是那种 就是说年轻 你这个年龄前 孙小那这 现在已经改了 因为我最了解他 你咋最了解他呢 我和他 出一年多 一年多时间了 你不才认识他一年多吗 他这都好几十岁了 好几年 那是年轻那这 现在 以前他也和我说过 他说那是以前年轻那这 现在和他你见我打 我也不能打呀 我也不会说什么呀 你说的已经很给力了 现在他特别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他说一下 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我问问吧 咱女嘉宾 我们也聊了这么多 咱叔叔挺坦诚 那他的一个相处了 有一年多的朋友 也给他打证实了 人现在挺好 你相不相信以后过日子的时候 他不会再家暴了 能相信 因为年龄在变嘛 年轻人都是好打好闹的 数字大了也许有点瘦的 也许能吧 问题是你长 就是讲理的 你都不能家暴的 对 讲理 对 就是我要犯错误了 我住在哪地方 你犯错 住在哪地方 长的真是没事 不会家暴的 对 咱们男嘉宾的脾气秉性 到底是不是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还真的得拿到生活当中遇到事 你看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 才知道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好吗 让我们进入爱的剧场 小姑啊 那孩子咋带的呀 怎么了 他都吐奶了 回家都连吐好几天 是吗 那有你这么带孩子的吗 亏得你还是我爸我妈 还让你住他家 有你这样带孩子的吗 没发现他 那我得怎么称呼你啊 怎么称呼你干你啥事啊 跟你啥管 他谁呀 阿姑 称呼你姑姑嘛 你可得了吧你 你都须一人心找的嘛 孩子 这孩子没带好 对 没带好 没带好 就是因为跟你出对象了 天天心没在孩子身上 那姑你要是真是出对象的话 你别跟我说带孩子呗 孩子嘛 我也疼孩子 你疼孩子 一定会给孩子带好 那是不是他给我儿子那个奶里放凉水了 是不是你呀你啊 不能吧 不能吧 这很美 我看他面可不善啊 我现在有多少人结婚之后啊 那对孩子下黑手不满意 俩话都不好 他也有孩子不能 他也是有孩子不能 我那孩子还不会说话呢 姑 有你这么当老人呢 不说话不会说话 他也不能 那你怎么跟他出上之后还送你这待一个星期就这样了呢 那不跟他有关事跟谁有关啊 不是 也许孩子是不对劲的 是不是你啊 你看这样吧 如果要是因为这个带孩子没带好啊 马上你们之间产生矛盾了 你看啊 咱们以后得想想别的办法 想啥办了 能让他们年轻满意 你带了半年都没啥事 现在就这样了啊 我跟你讲 姑啊 你小心点她 以后咱们找着原因 咱们能把孩子带好 就让他们满意 那行 我就看他表现了啊 好 要不然的话 然后你送过来之后 不行按个监控吧 行 按监控 真的 是外人啊 真不是有玄关 你真不行 还有我们要把孩子带好以后 我们尽量把孩子带好 不让他们年轻 对 我们有看 对 对 这是说的正确的 刚才那个哲儿媳妇啊 她也是叔叔小 你那孩子吧 是自己谁都心疼 除了毛病都心疼 你也别折个位置 这我理解 不会是 不会往心里去 她叔叔小 年轻 一时冲动 都是为了孩子 咱们将来 你还得好好冲动 你也没往心里去 这俩人互相心疼了 还当真正义说什么呢 对 都是咱们那 都是为了咱们好也是 一个是为我好 这一个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万一以后咱俩真成了 我这也做父亲 我理解 他们心疼 你理解就可以了 咱们我的心疼孩子 一定能不心疼孩子 你理解就不行了 行了行了行了 跳出来 他俩人过上了 咱们女嘉宾 刚才处理这个事 整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我们男嘉宾 有没有什么叫冲动 要鸡眼那种苗头 还没发现 没有 说话态度啥的都挺好的 挺好的 要搞像说 他像以前往常那样 早就发别的 那孩子他又该说一些别的了 其实刚才文文已经够尖锐的了 挺刺激了 他还没发活 我发现刚才两个人 真的都特别善解人意 而且面对自己的晚辈 不管是咱们男嘉宾 还是你嘉宾 都能够特别好的处理 因为孩子晚辈 真的的确是心头肉一样 所以谁都不希望这样 但是我发现咱们男嘉宾 我还是希望能够提示你一下 因为人是需要平等的 我们不能太放低姿态 因为包容理解和迁就 这一点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的内心 如果把自己放得太低的话 你会过得非常非常憋屈 因为这个人 还没有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 如果真的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 我们不能像原来那样 动用我们的拳头 去怎么样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更不要怎么样 把自己放得太低 低到尘埃里 你的日子也会过得很艰难 而且你本身不是个那样的人 你憋时间久了 一爆发 我觉得那更可怕 咱还不如就正常处理 我用这个 用头脑 智库 好 张弛有度 收放自如 对吧 这可能是你 用自护 说你 这可能是你生活的态度 生活的智慧 也是你日积月累 这么多年下来的一种财富 我觉得咱女嘉宾相信你了 相信你能变得更好 也展现你的魅力了 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 好 还有什么要问对方呢吗 二人 两位 没有吗 没有 来 二位请起 你那个朋友照我会说 不是 你让嘴头 先打在嘴头问 先打个嘴头 不行 给您一点时间 稍微考虑考虑 好吗 好 来 稍微休息一会儿见 咱们女嘉宾已经与两位男嘉宾 进行了约会了 这两位呢 这个脾气性格 包括形象外貌 这是大象径庭 完全不一样的 你心里边应该是有感秤的 喜欢谁 谁胜谁输 请出二位 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来 有请二位登场 大屏幕 大屏幕上一共有六道问题 男女嘉宾选择其中一道 你最关心的问题 来问对方 一 婚后生活费谁来承担 二 生活如果出现不同意见 如何解决 三 介意我退休金少吗 四 我不想搭火 会登机吗 五 想带我去哪儿旅游 六 生病了能照顾我吗 咱女嘉宾选一个问题 给我们男士 我选六 六 生病了能照顾我吗 必须照顾 必须照顾 我们五号抢答了 肯定搭火 我们四号肯定照顾 五号选一个问题 三 建议我退休金少吗 多少啊 二百四 两千四 吓我一跳 二百四 这啥地方还有啊 这个数 两千四 不建议以前是生外职务 哎呀 够过就得了呗 是不是 那我们四号男嘉宾选一个问题 问我们女嘉宾 第一个问题 一 婚后生活费谁来承担 两人互相 都有退休金 放一块儿花呀 对 那您是咋想的 我也这么想 既然两个人吧 啊 这这这这 生活在一起了是吧 这这生活费高一堆 我们来这个 互相上个话呗 我给您提点建议 可以可以可以 您的条件 我刚才看了 很不错 嗯 咱们真心来找老伴来吧 找这些真对的心 您想找 找老伴 过日 她的工资 咱们一切都不过问 也就是可你的那个 所有里边 你们俩生活 这咱俩俩 今天也是 第一次 谢谢 这就是各个的说法 嗯 因为啥呢 你就说说那个 像刚才那个四号嘉宾 说的 啊 得考虑到 问题是咋 咱俩不能说 马上就出这 宅起生活 咋的也通过一段 接触哈 了解 对 对不对 了解以后了 但是呢 这玩意就像刚才五号 那个大哥说 那个意思说的 啊 不要你同志的钱 咱不管你挣的多与少 我挣的少与多 对不对 就是说啥呢 就是说那个 五号嘉宾大哥说啥呢 就是说 你男同志 就有个男人的气质 你作为你想 刻意成假了 你作为 你是顶天力度的 一个男子汉了 就说啊 你你有多少工资 可你工资不花 不要过你同志 这个赞成 我也赞成 这叫一个男同志 对不对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今天俩也成假了 就是工资 因为啥俩都成为老伴了 对不 就没有你我之分了 你工资是我的工资 我工资 我工资自己跟顶着 马上把这朵红玫瑰花交到您的手上了 进入我们爱的选择 心动时刻 接下来啊 男女嘉宾贝贝贝贝站好 当我倒数三个书结束的时候 喜欢她勇敢地转过身 只要在这里 首先听着那句说话 还有意思 就是男老师 爱的选择 心动时刻 三 一 请选择 一位是中华老师的四号男嘉宾 一位是满怀才情的五号男嘉宾 女嘉宾能否为爱转身勇敢告白 爱的选择答案马上揭晓 好消息 好消息 超蓝 超蓝 超合身的 多彩超强 蓄热库 商场卖到五六百 今天只要九十九人 是 你没有听错 只要九十九人 现在打进电话 买一条再送一条 一穿一席刚刚好 冬天啊 搭配整裤 整裙 也都特别的时尚 很坚实 很有弹性 你像我这体型啊 穿上去以后 不紧不松 感觉很舒服 先只要九十九人 你没有听错 只要九十九人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 加九十九人 再送超厚 超暖 超轻便 价值六百九十八元的 正品高档 鹅绒冬背一床 让您不怕吵 不怕寒 穿的盖的都保暖 舒舒服服 过冬天 赠品数量有限 请赶快拨打电话 敢于上场 才能收获未来 挑战 你可以更强 双慧王国王 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 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 就选双慧 一 请选择 好 很遗憾 来 三位请转身 到台前来 我们五号男嘉宾 刚才你这么假 你表现的是一个完美男人 感觉你对我们女嘉宾可感兴趣了 咋没转身呢 我的手要太对 我年龄也大 我们女嘉宾 你没转身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你 这个大哥是挺优秀 但是我是在我心里想啥 我不想找离婚 那我们这个四号男嘉宾 为啥没转身 我现在还没太考虑好 还没太考虑好 就是这个人没有让你心动到 让你转身 是吧 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四号男嘉宾是上午的 你也没转身 因为啥呢 我是 我就是说心里话 就是从年龄大一点 我们女嘉宾说的也都很实在 所有标准也是很明确地摆在那儿呢 那不符合 那缘分就没到 我们也希望啊 电视机前如果说有朋友 喜欢我们场上这三类嘉宾 可以跟我们栏目组联系 那谢谢你们的参与 希望你们早日获得幸福 来 再见 我想找一位呢 能懂我 珍惜珍意 爱我的 对我好的 能跟我过了下半生的 一个男士作为办理 我想找一个身体好的 有双方好的 自己跟他一起 我就想找一个 实实合伙的 跟我过到白头到老 我想找一个一米六五以上的 没有家庭负担的 我一样就条件不高 就说呢 这个身体健康的 有事某的 我想找一个冲会 冲会闲打 体积冒多呢 就可以了 很遗憾啊 今天现场的男女嘉宾没有牵手成功 我们真的希望 我们的单身的男女嘉宾 在爱的选择的舞台上 能够遇到人生当中最美的爱情 那如果说你也相信爱情 相信你能够得到爱情的话 爱的选择的舞台随时等着您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再见 谢谢大家